自从以巴开战以来,以色列就禁止媒体前往加沙地带,引发国际媒体的不满。 但与此同时,以色列新闻中心外交部又为记者们提供周到的服务,试图树立良好形象。 我们看看前方记者周一军发回的最新报道。 邻家女孩的笑容,应有尽有的资讯,周到贴心的服务。 随着战事推进,以色列新闻中心把办公室从耶路撒冷搬到加沙边境,最多外国记者入住的酒店。 新闻中心可以为记者租车,找翻译,联系采访,甚至修电脑。 这里不但提供以色列各政府部门,各行业专家的联系方式,甚至还提供加沙居民电话。 不过提醒你,加沙手机信号经常应以军行动中断。 受宠若惊之余,仍有记者不满足。 以色列外交部也把发言人送上前线,满面笑容等待记者采访。 外国记者们含有的享受到如此待遇,只要你不提出,亲眼去加沙看看。 黄卫视周易经,徐林平,梁培景,阿什凯伦的报道。